观众朋友们 告诉你们一个坏消息 你们一直担心的虫子 没了 消失了 怎么消失的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呢 给它带回来个小伙伴 我和咸叔叔给它放在一起 结果我打开盖子一看 哎 没了 我没动过啊 放进去好长时间 我都没有动过 这个图你们可以看得清楚 这里 是我当初给它按下的一个 花涌的地方 永逝 结果没了 现在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 它从这里逃了出来 但是这个可能微乎其微 因为盖子我是扣上的 所以只剩下最后一个可能 就是钻到图里去了 那要是钻到图里去了 也就两个可能 一个就像前面那一只 挂了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它在里面涌化了 变成成虫了 我不用手拔了 每次扒完以后 你们都说我的手太埋态了 但是用这个扒 我怕伤到它 好久没给它喷水了 这段时间太忙 这玩意儿在里面 就算涌化了 我估计都得咳使 不得还得用手 不用手不行 这是不 完了 我感觉这个土的硬度 连里面还蛮湿 我感觉这个土的硬度 活的希望不大 就是 勇化的希望不是很大 兄弟们 咱们有可能真没机会看到这玩意儿 勇化了 到底是个啥 实在是搞不清楚了 不可能 难道真跑了吗 我不相信 我盖子是盖起来的 是吧 它没道理能把我盖子顶开 或者从缝隙里爬出来 什么个情况 这和别人说的土盾了 我不相信 土盾了 别闹 不太现实 不现实 真不现实 这玩意儿能土盾了 一个虫子有这么大的能耐 我发誓我再也不挖它了 我跟你说 我看到了 但是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因为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黑色的 在这里 出来吧 我明明看到了 在这里 看见没 看到了吧 哎呦 我去 和咱们第一只虫子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黑了 本来评论区就一直在争论 这玩意儿到底是敲架 还是害虫 还是花生地里的虫 还是粪堆里的虫 我本想着等它涌化过以后 成虫了 咱们就可以分辨出来 这玩意儿是敲架幼虫 不是你们所说的粪堆里的虫 或者是什么花生地里的虫 但是 完了 这成为一宗迷暗了 永远永远也证明不了 它是敲架幼虫了 就算我们再怎么说 也不会有人相信 它是敲架幼虫了 彻底废了 别想了 就像你们所说的 就把它当做一个害虫吧 今天本村还给它带回来 一个小伙伴 临时搞回来的 哪去了 什么情况 动一下 睡着了 看到木屑没有 这个是我从木头里面弄出来的 但是呢 我又搞懵了 我又不知道它是个什么虫子 首先吧 很长 那所以给你们看一下 它的身体特别长 然后呢 它把一个木头直接掏空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 我发现它的能力非常强 要不然这是普通的一个虫子 我不会是像这种敲架虫子一样把它带回来的 就是感觉它的能力特别强 竟然能给一个树洞挖空 所以我给它弄回来了 普通的虫 它没这么长啊 最多只有它三分之二长 但这个特别长 所以呢 我准备带回来 放在这里 和它做伴的 结果它也凉了 不是 结果它凉了 它睡着了 没关系 那个虫子搞不清楚了 但是我想搞清楚 这个虫子到底是什么玩意 所以说这个图还给它垫起来 然后这个木屑呢 我直接给它倒里面去 你们不说我没木头吗 对吧 这玩意有腐质土 还有木头 就这样 放进去 搞定 完事 这玩意就 白白了您的 就这样